大家好 今天很難得找到一個老友 算是老友 其實我也很榮幸 你曾經拍過我 90年代 我已經不記得是90年代 90年代 很多人都說要有理想 現在很多人都很迷失 我不知道我應該要做什麼 我通常跟他們說 你未必一定要知道你做什麼 你先做了 你做下去 總之你試 你試了之後才會發覺 哪一件事適合自己 如果你說 我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所以我什麼都不做 那就永遠不會成功 你當初我記憶中 你是先打鼓 是的 當時幫曾奴德打鼓 不知道大家還不知道哪位是曾奴德 很漂亮的聲音 很漂亮的聲音 周宇宙的陽光 當時我又是半功讀 真的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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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 放學後就要練鼓 練鼓是打他的歌 做他的樂隊的鼓手 我記得你當時說過 不知道方便不方便說 即是說你是幫Tina一次守 後來他就覺得這個年輕人很好 可以可以 可以說 因為我給 不是因為有些事情 是跟那時有間 有間唱片公司是Tina的 有些事情發生了 我老闆就沒有告訴Tina 這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 我覺得我老闆這樣做是不對的 我自己跟Tina說了這件事 所以你就被炒了 我就被那個老闆 行了 星期一一上班 已經是 一出來已經是收拾東西 你走了 然後一聲 是的 一個信封 我就 我不覺得我自己做錯 當然 我不覺得我自己做錯 當時 所以 我就離開了 但是那段時間 Tina也會有我的聯絡 你怎樣 我說沒有 我沒有工作了 我說沒有工作了 你沒有工作了嗎 離開了 就開始了我另外一條路 沒錯 就是這條在音樂幕後製作的路 其實鮑宜這個例子 就是說忠於自己其實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當時只不過說 我打一份工作 這些事情又不關我的事 無謂出頭 或者我老闆的事情我不要爆 這樣的話 其實一來你就害了另外一個人 是的 害了Tina 因為他們當時有個發佈會 是他們的唱片公司 一個星期七日的時間 如果你不預早告訴他 我聽聽他有一些預備 或者有一些補救 後著 人家不是很出事嗎 是的 這個責任我覺得 應該是老闆的 是的 所以因為你忠於自己 你覺得我應該是要做 我需要做的事 結果你才能走到現在的路 我不知道 其實由那時候出來做事開始 都是把握著這件事 這個心 就是每一件事都要做好一點 例如我在TVB這麼多年 我有一個紀錄 我想不是太多人知道 就是原來我有一個劇 我連續28天沒有回家 我只在車上睡 在車上睡是甚麼呢 例如它是我們開 早上 零六三零 就是外景 開始的時間就是外景 一直到下午 例如是三點到四點的下午就要翻廠 翻廠 然後再拍到凌晨的兩點三點甚至四點 由凌晨四點到凌晨六點半 可能只剩下兩點半三個小時 是自己的時間 我會利用那個時間去整理一下自己 吃一些東西 然後駕駛車去下午 之後的位置就在車上睡 28天 這種堅持其實也不容易 那時候年輕 我沒有覺得辛苦 因為我很喜歡 很喜歡這個角色 或者周圍工作的人 不過這裏又說了第二點出來 第一點就是喜歡自己 第二點就是愛自己的工作 要喜歡自己的工作 因為有很多人就說 為甚麼你做這行 因為這行賺錢多 你喜歡不喜歡做 其實我一般的 這樣其實是很痛苦的 你去逼自己去做一件 你其實不太喜歡做的事 而當你不太喜歡做那件事 其實你做得一般的 你不會做得很好 通常都是說 我很投入 我很喜歡做這件事 總之有沒有錢我都會做 這樣你會做得更好 我現在 其實 也不是現在 其實很久之前已經是這樣想的 有時有些事是沒有錢 甚至沒有錢的 但我很想 將這件事 用自己的方法呈現給觀眾看 我沒有所謂 我開心的是 對的 我也是這樣 那件事 如果我不喜歡 我怎麼都不會答應你去做 你怎麼逼我都不行 但如果那件事 我是覺得 我是有把握 做好它 以及幫助老闆 幫助公司 增光的話 我可以做 是 這個我自己也有切身體會 因為我當初做攝影師的時候 我甚麼都會拍攝 後來就發覺 那些客人 是 慢慢 只是讓我喜歡拍那些東西 我拍的 我不喜歡拍那些 他不讓我拍 其實 問題就是 因為我喜歡拍那些東西 我拍得更好 我不是很喜歡拍那些 我拍得更差 差一點的時候 他便找拍得更好 其實 原來有很多事情 其實不用自己 刻意地說 我一定要做甚麼 其實真的不用 因為你做下去的時候 你會自然投入 你自然會表現出來 但是我也曾經試過 有一些東西 我是不喜歡的 但是因為 一定要做 環境 各樣事情 我一定要去做 那我就會去 說服自己 我真的試過 說服自己 OK的 不論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你不可以只是為了自己 因為 我們不可能 在這個世界上 不可能 只有自己一個因 例如說 現在的疫情 我們不可能 這一群人 好好保護自己 我們全部都搞定 就沒事了 是不行的 因為只要 這個世界上 有一部分的人 是沒有受到照顧 而他們有問題的話 其實始終我們都沒有 沒有受影響 沒錯 最後會受影響 其實這個就是說 現在這個新冠肺炎 帶給我們的啟示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是要相互依存 我們不應該 只是為了自己 不理別人的死活 其實這樣 最終你也是不行的 是 其實你說這個疫情 和剛才我說的拍戲 都是一樣 或者是其他行業 我覺得 其他工作 工種 有很多大公司 是 大家同事與同事之間 老闆 同事 我覺得都要用這個方法 去大家共存 是 大家互相幫助 其實做人的意義 都是 如果你只是為了自己 你會很不開心 因為我都認識 有些人 又有錢 又有勢力 總之是 他要什麼有什麼 但是很不開心 就是因為 沒有人跟他相互 其實他喜歡 無論如何都可以 但問題是 跟他配合的人 全部都是 怕他 或者因為 在他身上有利益 他是知道 他是知道 有沒有真心 對他好的人 其實是沒有的 你說這種朋友 我也有 大家都認識 我也經常叫他 要放開自己 第一 身體很重要 第二 放開一些 寬容一些 是 好的 我跟你有一個共同朋友 就是周嘉儀 是 因為 近年他就開始學佛 很精進 是 因為我跟他說 每天一晚都靜坐 其實對他 各人的覺察能力 會有進步增加 他真的很乖 去做 去年他跟我分享 他說他要去澳門 要隔離 他說他很開心 因為 每個人都說 要隔離 就很慘 每個人都覺得是一件苦事 但他很開心 他跟我分享 他說 因為我終於 在這麼忙的 工作環境之下 有一段時間 可以靜下來修行 好好地去看書 重經 打坐 然後 他還要在隔離的期間 他有電郵給我 就說 很開心 每天都開心 原來每一餐 有很多水果 這個星期是我過去 這麼久以來 吃得最多水果 所以 在那件事 在他來說 其實是完全沒有問題 尤其是後來還要加 本來14天變了21天 他說 又多了7天 但其他人是叫苦連天 你在過程中 原來你是跟他一起去 你在過程中 又有一些特別的事情發生 我先說一下 為何要無緣無故 在香港好地地 可以自由自在 現在去到澳門 因為我們的碳飾橋 所以 我們就特地去澳門 最初 本來說 隔了14天之後 然後 我們有一天休息 第二天 就會出席一個獎項 拿獎 誰不知 隔到第七、第八天 因為英國有變種 澳門政府就馬上說 你們全部要加多7天 我說 糟了 剛才不知道第八天 你再加多7天 那就即是再加多一個禮拜 即是出席不到那個班長 出席不到 出席不到 我先說班長禮 出席不到真的很好 為何呢 我現在在房間直播 直播來獲獎 那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 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 我要說的是 我那個病 我是有幽閉恐懼症的 我那個病 就是由那晚聽到 政府說要交多7天開始 我那晚就開始醞釀病 我一直不知道 我一直不知道 我那晚凌晨突然紮醒了 很害怕 流汗 呼吸困難 接著我開了全房的燈 接著就不停地出聲 跟自己說 你不要以為我有神經病 我說 好 冷靜點 沒事的 再加多7天 我真的這樣 沒事的 再加多7天 7天很短 我一直說 其實這裏 一直告訴我 不如你出房間 有另外一個 你出房間 你下去 你出街 你出街 你快點出街 好彩 好彩 我是戰勝了自己 我開了燈 再跟自己說 冷靜點 不用緊張 知道這個是幽閉恐懼症的一個症狀 坐下 喝杯茶 喝杯熱茶 喝杯熱茶 沖杯熱茶 立即做很多事 分散精神 沖熱茶 沒事沒事的 多7天 如果只是一部機拍 我以為我會 你明白嗎 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喝杯茶 還要開電視 很無事 但這裡一直有事 但這裡很無事 突然搞定自己 我又不知拿了多長時間 然後睡覺 很晚睡覺 但沒有關燈 之後就沒有發作 其實已經安排了每一天 又要讀書 又要學英文拼音 又要運動 又要看劇本 又要打鼓 又要彈結他 很多事情可以做 你很多事情都帶去嗎 是的 我帶一支鼓棍 我只是打桌子 然後結他就帶去 有些運動 有些拉力橡筋 小說一本一本很簡單 劇本也是用電腦看的 很簡單 我這樣度過了二十一天 所以我又很欣賞 周嘉怡小姐 可以這麼享受 不過我又不想拆穿她 如果大家很想拆穿她 她就告訴我 我知道 她就告訴我 如果你想想 周嘉怡 這麼享受那二十一天 甚至二十八天 都可以 我們繼續用我們的話題 其實你這個經驗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也有畏高症 我曾經移民澳洲 澳洲那間屋 我很喜歡很高樓底 所以我買了一間很高樓底的屋 要換燈膽的時候 然後呢 我突然想到這個問題 嘩 我已經有一枝很高的梯 但通常那些梯是這樣的 你站在第二格 然後你又可以頂著前面 然後這樣去做 都可以的 但我的樓底是高到 我要站在最頂 因為我沒有東西拉 沒有東西拉 我一站在那裏 我蹲在那裏 慢慢起床的時候 我便開始這樣轉 我可能 即是身體上 我沒有轉 但我的感覺就是 開始這樣睡 我控制不了 我就下來 唯有要付錢 其實我們這種毛病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 有時 有幽閉恐懼症 畏高 怕一個人 怕熄燈一個人 有些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 開著少許聲音 或者光線來睡覺 但我沒有這件事 我可以的 我是幽閉恐懼 我們也有個共同朋友 就是驚恐症 他有跟我說過 他遇到的困難在哪裏 他就說 有很多人是不瞭解 只是覺得 你還想怎樣 已經這麼多人對你好 你應該要低起心肝 你要出來 你要努力 他說 他說這些話的人 出發點是為他好的 他知道 他很明白 也知道這個朋友 是真是好朋友 他真是為我好才這樣說 但問題是 原來這樣是傷害他 對他來說是一種傷害 因為他覺得 你不明白 其實他當時 他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 你要真的試過那種感覺 你才知道 原來真的控制不到 他解釋給我聽 他說有時是生理上的問題 不只是心理 如果心理上的問題 你還可以說 我用精神意志去克服 有時真的 是血清 分泌 諸如此類的事情 影響到他 他真的想做 他都做不到 其實你要去了解 你不要只看他表面的行為 生活習慣 你便說他 這些不好 其實你應該要了解那個病 例如我突然之間 睡覺 正常人一腳 突然之間 晚上會自然自愈在沖茶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會這麼害怕 我問自己為什麼會這麼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會覺得 了解了 了解了之後 你才去 用一些適當的方法 去幫助朋友 是 你有個好朋友失戀 是 有很多大道理 是 你只是失去了一個不愛你的人 但他失去了一個很愛他的人 那誰比較值得 你說這些東西 浪費了 是 在他失戀當下 你說這些有什麼用 沒有用的 聽不進去 對 尤其是外出後 我會處理很多個案 即是我的女兒 要把脈 我的女兒說 你不是做一個免費的 臨常心理學家 人家本來要付錢 一個星期見一次 我便不用付錢 這是我的責任 如果他能夠找我 我便有這個責任去幫助他 當然我都要看自己的時間 如果我真的忙到 根本分不到時間 我不會說不睡 我便去做 這樣便過了 但我在處理這些個案 我發覺現在的人 其實不只年輕人 其實有很多成年人 甚至老年的人 他不太知道自己想怎樣 沒有了目標 是的 我記起 今次和你邀請來聊天 你說不如說一下人生目標 很快 回應很快 其實我不知為何 你問我的問題 你想說什麼 接著我一秒兩秒 人生目標 我不是除可說 這是法治真心 已經一直在 是的 是的 你看我拍我這麼多年TVB 其實那時候 我不知道有什麼目標 我的目標就是 每接了一個劇 我要做到最好 這是我的目標 好 當然 離開了梁家之後 接著 到現在 你問我人生目標是什麼 我今天可以回答你 就是我會利用 我每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 好好利用 我不是想著 我將來要 要怎樣 要擁有些 我不是想擁有些什麼 我覺得反而這裡很重要 我不是要擁有些什麼 而且我很想我身邊 和我一起工作的人 是 除了真的可以胡到口 賺到錢之外 心靈上 或者藝術創作上 因為我們現在有個製作公司 是可以有滿足 所以我會很保護他們 一個自由的創作空間 我很想他們很好 很開心 這樣才能得到開心 你剛開始說 你不是只為了自己 因為如果只為了自己 真的沒有那麼開心 如果因為付出的小小事 肯和別人分享 而令到周圍的人開心 其實你更開心 是的 因為有句說話 我最近經常舉例 你送花給別人 你首先自己聞了花香 但如果你懶在泥瓣扔別人 你先弄髒自己 所以對別人好 其實你自己先受益 但如果你罵別人 你要害別人 你自己先不開心 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就算被人罵 我會想自己是否有錯 我就不會馬上罵別人 我想自己是否有錯 為何會這樣對我 但我現在沒有太多火氣 我最近也有跟朋友分享 被人罵這件事 我都說 我罵別人其實是很辛苦的 因為如果他真的罵你 他要自己生氣 他要生氣 他死了很多細胞 他才會罵到你 如果他假裝罵你 那些不可以說 但如果他真的罵你 其實他會很慘 真的這麼乾火 是的 我會看著那個人 我會有一種同情的感覺 例如遇到一個陌生人 他發脾氣很冷 我一看他 我不是說 這個人這麼壞 我要怎樣懲罰他 我不是這樣想 我現在是看這個人很慘 因為一些經常發脾氣的人 其實他裡面是很不行的 他一定有很多很不開心的事情 他才會一有機會 他會發脾氣 但其實幫不到他 他只會加深他的不安 是 其實我們現在 我感覺到香港這個社會 很多人 如果像我們這樣 是否算座右銘 停一停 深呼吸 其實這件事 我想大家都要嘗試 我自己當然要嘗試 因為我一到某年多 我可以的 某年多 我覺得是真的要 很多時候要靜下來 我自己也靜下來 做完一天之後 我會靜下來 我喜歡喝紅酒 我會開一瓶紅酒 拿一下喝 開始思考一下 到底我今天有些甚麼 我很開心 有些甚麼我不應該做 不應該說 大家都知道 怎樣可以活出一個很開心 很自在的人生 其實就是要身心也健康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身體不健康 你的心很難安 但如果你的心不安 會影響到你的身體不健康 所以身心健康是需要甚麼條件 做運動 這是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是需要做運動的 即是你需要在你的生活裏 排出一些時間來做運動 但如果你想心靈健康 原來要有適當時間靜下來 但很多人會說 我要賺時間去做運動 但他不會賺時間給自己靜下來 因為很多人一靜 他便覺得悶 他便要找工作 師傅 我想靜下來之後 一定要有些比較有緣的朋友 就會上網 例如上YouTube 這樣便會看 有甚麼方法可以令到我自己 例如周佳儀教我 你有空打坐 老實說我真的沒有打過坐 我沒有打過坐 我最多就是坐在廳裡 一直對著電視 但可能腦子已經飛來了 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回家後開了電視 其實很累 看著電視根本事如無物 但電視正在做事 那些聲音好像聽不到 自己抽離了 我想很多朋友都是我 不要緊 阿嘉儀 我會一人間 我會帶寶儀試試打坐 你放心 其實所謂打坐 不是說是一個密閉 完全要很靜 完全沒有干擾 這樣的環境才能打坐 如果是這樣 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日常生活裡 怎會有一個完全這樣的環境 其實應該靜座的狀態 應該在任何時候 你做任何事都可以在那個狀態 這樣才能用得到 因為我們靜座的目的是甚麼呢 其實目的不是想躲起來 安安落落 不受干擾 因為這樣就好像躲避了 逃避現實 但其實我們的目的是 要提升自我覺察能力 我就算在一個人山人海 很多人吵圈巴閉的環境 我都不受干擾 那算不算是我們用電腦 否則能否清晰電腦裏 那些不要的東西 按下刷 算不算是這樣的 其實比喻最適合 就是計數機 即是說 你有一條很複雜的數 又加減乘序 又開方 你計算錯了 你會否說 我前面計了這麼多 我要在這裡繼續計下去 或是你按那些 就是Clear的按鍵 再由頭來說 我只是清空回靈 歸靈 歸靈 然後再開始 那你就不會錯 其實所謂Clear按鍵 Clear按鍵 就是清空它 其實我們就是想 嘩我們太亂了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鼓勵人 臨睡前靜坐 因為通常臨睡前 你會做很多事情 你的腦是不斷動的 是 就算你的身體很累 你睡了上床 你的身體很累 我睡著了 但其實你的腦繼續動 你就會不停發夢 你是睡得不好的 如果我們可以在臨睡前 就是這樣 我們靜坐一會 其實就是Clear了 Clear了我腦裡面的東西 不要以為真的 我沒有了東西 這樣也是錯的 是不會沒有了的 我的目的只不過是令它 不繼續想下去 我就是用自己呼吸的方法 我不繼續想 你的腦就慢慢靜下來 你的心也平靜下來 你之後再睡覺 是好睡很多 尤其是失眠的人 其實這個方法 都是對他們有幫助的 你剛才也說過 停一停呼吸 就是注意力去回自己的呼吸 是 其實我最注意到自己的呼吸 在游泳的時候 是 甚麼都沒有 你看到的 池底就是那些東西 都是這樣 但最後就是 這是我最集中的 這是很放鬆的運動 好像我今早就去游泳 那半小時內 我是很舒服 很舒服 是很舒服 這也是運動 又是你所說的 好像打坐 當然我正在動 這裡又只聽到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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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但我真的要嘗試 在平時或臨訓前要學 其實所謂臨訓前去做 或者早上起床的時候做 這種就叫做 formal practice 即是說 你變成習慣 一早起床我就做 臨訓前我也做 當我一早晚都有做 我一日常生活裡面 有機會我都懂得做 其實游泳的例子是很好的 因為其實做任何事都可以 煮飯 我自己都喜歡煮食 煮飯怎麼辦 就是煮食的時候 你要做很多事 但其實你沒有時間想其他事 你的腦袋就是 我要切什麼東西 我要煮什麼東西 我要放多少鹽 你沒有其他東西 那個階段 其實你的心也很平靜 除非你弄焦了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 你突然火大 然後又回答 蠔油 生粉 都趕不及了 全部都集中在這些 另外你駕駛也是 駕駛也是 駕駛我更加 很集中 因為現在人們亂駕駛 不打指揮燈 很恐怖 突然吸引過來 很多人 麻煩你的朋友 轉左轉右 過線打指揮燈 為了大家的安全 為何他們不打指揮燈 因為一打指揮燈 那些人就不讓 不是我讓 是 一些人讓 但他覺得很多人不讓 有一些朋友 總之加快一點 你過來 我走的 我以前駕駛的時候 遇到這些 我很猛的 我追他幾條街 但是自從我一座一晚打坐之後 我就慢慢沒有了 這個猛的感覺 我甚至是讓 我以前很猛的 我沒有打坐 但我是沒有東西的 我這間是 以前呢 年輕一點 保持距離 年輕一點也沒有 再年輕便有 再年輕便有 但那時是因為急趕 我只剩三個小時 要回家洗澡 然後坐要回廠 那些是急趕 現在沒有東西趕的時候 心很靜 尤其是開車的時候 我是很 第一 先讓行人 是 無論是否斑馬線 你想過嗎 不要緊 雖然你在這裏 Jwalking 過 你不要衝出來 這樣 這個就是慈悲 慈悲也要有智慧 是 因為如果他走出來 但那個不是斑馬線 可能你隔壁的車 會噴噴聲去 我都會看 是 我都會看 如果是這樣當然不會 但我有機會 控制到後面的東西 既然你這麼急的時候 你會走 說回人生目標 是 你在TVB做了這麼多年 亦都很成功 當時你說沒有什麼目標 其實你說我成功 我是不認同的 我當時只不過是盡我自己能力 去做一些事情 例如很多朋友都說尿手人心 一號黃庭 或是金之玉業 或是最近的 例如是天與地 其實我覺得當時是 那一班人 是很有團隊 剛才大師說 完全沒有私心 大家去做同一個目標 做好事情 而那件事出來 又很好運很成功 所以我不覺得自己成功 我覺得是大家 是大家一起成功 所以你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也是成功 開心 但是你離開後 你的目標有沒有不同了 我最沒有目標就是離開 為什麼我要離開 因為我覺得 我被一個玻璃罩罩著我 這是一個舒適圈 你完全沒有問題 每個月有良出 但是已經限制了我 一直跳到多高 我不知道 我是完全沒有目標之下 我覺得我要離開 試一試自己 到底可以去到哪裡 我離開後 我完全沒有目標 我的目標唯一 告訴別人 我沒有工作 周圍告訴別人 我沒有工作 我沒有工作 有什麼工作 又很好運 有些工作 但因為各種原因 我自己的呼吸系統 因為我鼻敏感 我呼吸系統問題 最後都不行 都要回來香港 都一直在做 到有一個轉類點 很有趣的 就是自己開始對自己的要求 跟以前不同 有一個機會 ViuTV給了一個機會 試試兩個新導演 未拍過戲劇 只是拍廣告 我很喜歡試新的 我可以的 沒有問題 我問他們有沒有作品 我看過他們的作品 我看過他們的作品 很有趣 有一個很新的演繹方式 拍攝方式 講故事方式 給我 我便試 又很幸運地試了成功 成功之後 我又跟他們自己 做一個製作的公司 又創作一些東西出來 我很希望 給多些新的朋友 有一些機會去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你的對手做甚麼 是最刺激的 很多人問我 你最喜歡跟哪位合作 新人 你永遠不知道這個新人 沒有包袱 是呀 永遠不知道他會做甚麼 在這場戲裏 是吧 我覺得這樣才有趣 我也聽過有些演員 分享他們很享受的一些演出 就是當導演 他不告訴你怎樣做 他只是告訴你 我希望表達一些甚麼 你們自己搞定 那些撞出來的那些 真是無法撐 但如果說 你跟著說三句 就走去那裏 那些就更辛苦 我是說三句 就走去那裏 這樣訓練出來的 是呀 我要知道 我以前的訓練 就是一二三部機 是 哪一部燈燈 就是 撞你的了 你要注意 那一部燈燈 是不是 你說了 那就去到那裏 整個正面 是不是 你跟著那一部燈燈 師傅我跟你說 是要這樣 對得正 其實這是一個技巧 不是錯的 但是 當你認識了技巧之後 你就要 就要忘記它 現在要 我忘記得很快 我曾經跟他們 兩位導演說過 我會 在這個劇中 你當我是一個黑白 我會拆掉它 我是 nothing 我是普通人 是 你告訴我 我有什麼不對 是 真的可以 是啊 是啊 導演就告訴我 我踢了一個踢 如果這場戲 你不說對白 力更厲害 是嗎 試一下 一試了之後 嘩 張力更加厲害 沒事的 沒有對白 那場戲就是和周家儀 沒有對白 周家儀在喝 我看一看他 看一看他 我知道發生什麼 所以不需要說 我再抱緊他 嘩 那個痛 如果大家有些劇迷追到 知道我說哪一場戲 原來導演很厲害 我們現在是很多人 我們兩個導演 三個腦 一起工作一件事出來 所以我覺得 很有滿足感 而且成功 不是一個人 是我們的團隊 所以沒有先日為主的既定觀念 其實是好很多的 因為那個規矩 即是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怎樣 那種 其實就是綁住了你的 等於我們做人一樣 你一定要努力讀書 因為你將來要賺多些錢 要賺多些錢 買樓 結婚 生孩子 這些是一般世俗的觀念 很可憐 但師傅不行 你知這些樓價 為何一定要買樓 但現在很多人的心願 不知為何 我爸爸媽媽已經去了很遠的地方 但我記得他們以前給我的感覺 就是你要買樓 你一定要擁有自己的物業 這樣 其實到現在也是 到現在有很多人 都一定要 就算200呎也好 放到一張床和一個櫃 但也很貴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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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就是欺凝的現象 是呀 所以我又覺得 會否真的有一些朋友 可以 停一停 想一想 到底 是否一定要 將自己的 那數十年的光景 綁住 是呀 花在每一個月的公樓 是呀 而我們今天都是 吃個杯麵 每一個月可能出去吃一頓飯 都可能是不行 為甚麼呢 買了樓要供樓 如果我不買樓的話 會怎樣呢 我是否不可以生活 不可以享受生命 是呀 如果 你二十幾歲 你有負任 可以幫你付首期 然後你二十幾歲 開始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 你就供樓了 因為供樓是幾十年 你不停供樓了 除非你做六合彩 要不然你怎樣 一路就這樣供樓了 這樣 是呀 所以你的人生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被那樣東西綁住了 你有時想有些突破 你都不敢 是呀 不行 是呀 所以我會看到一些片 說一些外國人 離開了這個大城市 我真的看過 有一個攝影師 紐約 他去了一些沙漠地方 自己在樓 自己在太陽能供電 自己在生活 我最近看的 我覺得這些好東西 他會有一種 一般人未必有的一些體驗 而那個體驗是很難得的 所以所謂人生的理想 你不用迫自己 自己說我一定要有一個理想 我沒有我都要定一個出來 這個也不需要 其實我覺得重點就是 剛才你說的 我活好每一刻 重視過程 這是我的目標 重視過程 不要執著結果 是的 我的目標就是 真的 我看五年後十年後 我要怎樣去到什麼位 我不是 我希望我每一刻 譬如今天 我會盡量利用 我要照顧好我的狗 我要運動 然後我很開心 有緣地來這裡訪問 之後我會去見一些長輩 很久沒有見的 好啊 我很喜歡見一些長輩 好像今天現在見到我 你和我差不多 我想我也叫你哥哥 法師哥哥 應該是你比我長大 但我盡量會利用很多時間 我會主動出來喝茶 我會這樣 非常好 我會安排得很好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你的身體語言告訴我 是否時間到了 果然是監製 不是 是讀心 因為我隔壁時 我有一本讀心書 在身體語言 很準確 現在看看 有沒有問題 我們需要回答 好 提到有些問題 第一條先問寶儀 有觀眾 文寶儀還會打算拍劇嗎 可以 因為會 會拍劇 因為我已經 我自己覺得 由這個山頭佔領了這麼久 我去了另一個山頭 是另一個新的 新的我 這段思想脫變了出來 脫變出來是一個 我剛才也說過 很希望和一些新的朋友 有一些創作的朋友 用一個新角度去演繹一些電影或電視劇 是正在寫著做的 完全正在寫著做 多謝支持 好 還有一條問題 問問法師或鮑儀分享 當很忙碌 工作一件接一件 連休息的時間都不夠 怎樣停一停 深呼吸 其實是 你不會完全不停 正如你說 28天拍劇 你也有些時間 你也懂得分配一下 我可以在車上睡一會 這些時間 甚至在拍劇的時候 在一個場口和一個場口之間 其實那些地方 你都可以停一停 稍為休息 是的 你不要在那個時候 因為現在的人最大的問題是 他停下來 他就拿手機出來 但其實沒有東西 他只不過是找些東西來做 是的 這個我也想說 因為最近又是和周嘉儀吃飯 我們的手機是有限量的 即是你的鏡頭的限量 你可以自己設定 我沒有設定 但我其實是不多的 我通常我的手機 我不是機不離手 我不是手機控 我通常一回到家 我就放在一邊 我是有需要 才會帶著這一步 這一步 要和你聯絡 我完全不是這些 怎樣處理 環繞自己周遭人的負面情緒 怎樣去消化呢 我覺得 要先搞定自己 雖然說 我們需要去幫人 不要只顧自己 但要自己先搞定 等於我舉個例子 腳正在抽筋的救生員 你不要跳下去救人 但不是等於不要救人 腳正在抽筋 你可以扔水泡下去 你可以叫其他人來救他 你仍然可以幫他 但你不用自己跳下去 即是說 如果對方是非常負面 但你想幫他 你不要自己變負面 因為有些人去幫人 然後很猛狀 因為他沒有聽我說 沒有在我預期之中 讓我幫到 這樣就猛狀 都會這樣 我想我明白你的問題 我會這樣 看看你和周遭的負面情緒朋友 熟不熟 如果不熟 我爆氣 我不會管 如果熟 可能有很多人 我就會分散他們 逐步擊破 分散他們 知道 其實在這個時刻 你解決不了的時候 你便 星期一搞定這個 星期二搞定這個 星期三 你為何不開心 為何要這樣 你學一下我們 或者看看 成林法師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我就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我不是做出來的 很多朋友 我怎能成功 我都有不開心的時間 但我開心 多於不開心 我運動游泳 我很開心 我行山 我很開心 我跑步 我見到朋友 見到老人家 就算老人家病在床上 我也開心 因為我見到他 他也見到我 在那一刻 他在病床對我笑 我很開心 因為你的出現 令他開心 對 這當然是問法師 打造的時候 如何避免有些雜念 在腦裏面 不要避免 問題是不要避免 你可以有雜念出現 你知道有雜念出現 不過你不理它 好像 你講了等於沒有講 所以要練習 那天練習就是 你在靜坐的時候 你只要注意自己的呼吸 我當你用這個 注意呼吸這個方法 你只是在呼吸 然後你便想 好不要約熬魚吃飯 然後你就馬上 其實不是現在要想的 我又回到呼吸 現在不要想約熬魚吃飯 我打造完 我才約他 你便在想 所以你便想 好不要約熬魚吃飯 睡睡呼吸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刻意去做 另一個問題 就問阿寶兒 林寶兒 由晴天與天 孩子天 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有什麼心得保養 你晴天與天 孩子天的小柏林 其實現在好像 成四十歲 你不要說我沒有變過 不過可能是你自己在變 你不知道 這位觀眾你自己在變 你不知道 所以我很開心 因為他不知自己在變 他活在一個很開心的警戒 才覺得自己很自在 很開心 我突然記起 在二千年代 我回了樓回香港 有一次和你去會展 我想是看首演 是 看首演的時候 我看到你 我說你很健康 然後你說 你要愛惜自己才行 是嗎 即是說 人到一年多 那時候都這樣做 你要對自己好 即是說要做運動 那樣事情 不要讓自己 因為這樣做 然後你會開始肥胖 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 在生活中 你會看到周遭朋友 有些二十多三十歲 都很壯見 就是很壯見 如果你遇到中學同學 你會很明顯看得到 我看得到 看到我們也是有聯絡 有聯絡 有些十八歲時 他們健康 但比較壯 一見腹肌 厲害 我覺得要運動 要把握自己的 目標是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例如要安排好 早上要工作 下午有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也多 可能有兩小時 那就要做一個小時運動 拉筋什麼都好 不要讓自己這樣 其實肥胖是 我也試過 我上一陣子都肥胖 因為你又不敢出街 那裏又爆發了 慘了 應該怎樣呢 就算戴口罩也危險 多數在家裡時 可以在家對著電視 打招呼也行 出汗就做這些 好 最後一條我問 大衛 你問是嗎 我之前看那套 剛才說的一套劇 其實拍攝的手法 鏡頭又不動 打燈又古古怪怪 其實很多演員 有資歷的演員都不會肯去拍 那你怎樣可以打破這個框框呢 你說瑪嘉莉與大衛 綠豆 是不是 打燈不怪 只不過鏡頭角度是在說話而已 因為我們是很常規地 以前一邊看電視 就一定要交代 嘩 這裡這麼熱 身體語言 什麼都做出來 全部抹汗 但我們不是 我們只不過是看著 加點水 流汗 我們比較近 真實 還有大衛的角色 就是跟以前的故事剛剛相反 男女角色相反 以前一定是 那個男的一定是經常出去玩 玩到好東西才回家 女朋友在家等 相反 那個男的大衛在家裡煮東西 為何還未回來 瑪嘉莉 這個其實我和阿嘉儀都很用心去做 亦都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拍完這個劇之後 要花兩年的時間 才完全缺離角色 因為太投入 太投入 還有 我們組人經常吃飯 因為很開心 他們由第一次看到我們 拍完劇吃飯 大家互相擁哭 哭得很淒厲 你知道嗎 到了一年之後 看到臉 一聽到我們的主題曲 又哭 已經開始習慣 他們是這樣的 哭 都習慣了 我們要兩年時間 才能抽離 其實到現在 久不久都會 我都會 彈到阿瑪嘉莉 都會有出來 因為這裡 我的腦子已經黑了 一個真實的 和馬嘉烈生活的過程 在這裡 是真的 所以 鏡頭不用怎麼擺 不用有對白 你也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有人問有沒有續集 你說馬嘉烈大衛還是炭式喬 他沒有說 我們不會有續集 我們很希望做一些新的題材 所以不會有續集 如果我們拍攝一定不會有 OK 好了 就是說 剛才鮑儀也分享了 其實 演出 最重要 不是計算演技 我要怎麼做 其實最重要是投入 這跟我們的人生是一樣的 如果你有人生目標 最重要是投入過程 然後向著那邊進發 但什麼時候做得到 這是不重要的 重點就是 你在每一步都是投入 你自然就會做得好 但未必做得到 不一定要有成果 不重要 你不要預期這麼好 你打算做了一件事出來 你打算 我這麼辛苦 我用了這麼多力 一定會拿冠軍 未必 這就是執著結果 我完全沒有這件事 我經常跟他們說 可能不行 盡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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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謝各位 拜拜